真假名人開直播 追蹤暗戰不嫌多 我是從政不行醫 講話時常被人批的柯P 不過今天這個 哈囉 大家好 嗨 北投金城武 你好 嗨 北投獅子王 嗨 新莊 新莊的 孔哥 嗨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等一下 妳要幹什麼 我幫妳下椅子 不是啊 妳剛剛講的那些人 都沒有在聊天室有留言 而且妳在看哪裡 根本沒有人跟你講話 妳在跟誰講話 不是 市長 這裡你就不懂了 你知道這個是 我跟其他直播室的那些 女主播學的 在這個世道一定要假嗨 你這樣假嗨 那些人才要跟著你一起嗨 所以說一陣跟風就對了 就是要學習 對 也沒錯 在網路直播你看看 只有這個畫面 如果你不搞一些噱頭的話 大家為什麼要停留在這裡 看妳對不對 要跟她問好 對啊 但也沒有像妳那麼自嗨 對不對 妳這種行為就是話中去的 而且講得再不客氣一點 叫做 我跟你講 這個在政治圈 也是有很多這種例子 像之前也有那些委員 被記者問 哭哭啼啼 衣服很委屈的樣子 好像衣服 但這個活不下去了對不對 也有人就是在那邊 假裝台風天去抗災 然後也不撐傘 也不穿椅 就在那邊背雨淋 還有那種 還有人為了質詢 還去做COSPLAY 對不對 我跟你講 市長 你就是被人家保護得太好 都有那些幕僚幫你出主意 你看像我們 我們不假鬼假拐 怎麼會紅呢 藝人也是一樣 你看有些藝人 他就自爆哪些老闆 花多少錢包養他們 不然就是找一些負面的新聞 例如說被哪一個藝人欺負 你看 假鬼假拐才會有市場嗎 我會和我討厭 有意見